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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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好 您找哪位 我找哪位 我找哪位 我找王维玲 您找王总啊 那请问您是 我 不认识了 怎么回事这是 那这边就是你啊 这 这怎么回事这是 回去吧 今儿您指定进不去了 什么叫我进不去 对啊 这 谁干的这事 这是我们王总指示的 你们王总指示的 对 你们王总指示的也行 对 先生 你们王总疯了吧 把我照片放那 你们王总脑子让驴给剃了 我告诉你拿我当什么浪 像图地犯是吧 我给 这可不能撕 这怎么不能撕啊 这里面押我一百块钱的 您撕我们就亏大了嘛 你们王总把我照片放这儿 你还得交一百块钱押金 对 你们疯了吧你们 先生 可是王总也说了 您照片快是一个月没坏 我们有奖金的呀 我 我告诉你啊 我不跟你废话 去 把你们王没铃 王总给我叫 快点 小勇 要打您自己打 我们可没电话 我不信 你干什么 要打可以 外面打 外 行行行行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照片放在那儿 什么意思啊 你嚷什么呀 我 我怕我们员工不认识你 贴个大头像在那儿 你看 你一来大家都认出来了 给你免费做广告 你还不高兴 真是 有这么做广告的吗 我告诉你啊 我命令你 现在马上把它给我撕下来 我丢不起这人 那不可能 这是我们公司用地 我想贴什么就贴什么 你这是侵犯人生肖像权 你懂吗 那你就去告啊 我绝对奉陪 行 行行行行行 你不就认识个乔老生吗 你牛什么呀 我实话告诉你 乔老生她倒霉了 她完蛋了 你今天找我来有事吗 你要没事我还有事呢 你站着 我当然有事了 我去幼儿园去找豆豆 老师不让进 你把豆豆藏在公司里 你也不让我见 这是为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就要见我闺女 你马上给我带下来 她正在睡午觉 她 好 今天晚上我请我闺女吃饭 这懂行了吧 你都不用去 这不影响你 可以吧 这还真不行 我现在是她的法定监护人 你要想请她吃饭 得经过我同意 更得我在场 今天的话 就算了吧 今天没时间 病人的各样指标呢 都比较平稳 可以转到康复病房治疗 准备办住院手续吧 对着大夫 我想知道根据目前的情况 我父亲究竟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病人的年龄比较大 这脑筒败了本身就硬化了 再加上外伤引起的初血点 恢复起来比较慢 不排除长期昏迷的可能性 这就是所谓的植物人 所以 你要给两手准备 他父亲现在已经是这个样的 这人成了植物人了 你是当儿媳妇的 能不跟他一起去伺候这个公公吗 弄不好 这是一辈子的拖累 好的大夫 忘了不知道了 谢谢你啊 好 瞧瞧睡 诶 俊枫 您怎么来了 医生怎么说 记住 你千万别告诉羊妈医院里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我父亲的事情也好 还是孕妇条路自杀的事情也好 听见没有 昨天我不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这场车祸的后果 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 你应该让他清静几天 先别去打扰他 怎么就是沉不住气呢 说起来容易 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啊 我真的一天都等不下去了 那你现在这样 跑到律师事务所去堵他 见了面你跟他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问他 到底要结婚还是散伙 你要真有勇气承担任何后果 我可以带你去 那我还是不去了 想好了 对不起啊 董芳 我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要不然咱们先回去 我再好好想想 就是 这就对了 好 以前不久刚刚发生了一期 弱性交通事故 导致高力孕肤流产病 自杀身亡 你认为在这种时候 会收获质子案的 肇事者辩护 有说服力吗 乔老师 加油啊 一定要坚持住啊 王俊风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只要我能买过这个坎 我受你为毒 加油啊 加油啊 证人梁秀才的证词 从另一个侧面 证实了案发当晚 司机神志清醒 并没有疲劳驾驶 综上所述 你胡说八道 姓乔的 也假的正义化身 你自己就是一个马路杀手 车祸肇事的真凶 苏武建 请问法官先生 一个刚刚发生车祸 造成妇女流产 又自杀的律师 有什么资格站在法庭上 用别人的车祸案辩护 他是在为自己辩护 为自己脱罪 让他下月 取消他的辩护律师资格 让他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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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经 速经 下面请 被告方律师 继续进行法庭辩护 好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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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进行法庭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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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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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好同意她写个纸条带给你 乐生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等你出来和我结婚 真的 那我现在去接你吧 不用了 我一大早就出来了 正在郊外透透空气呢 我一会儿就回去 对 要不咱俩见个面谈谈吧 好 要不这样也行 你直接去医院 我一会儿就去看我父亲 你不是也想见见他们 好 医院在哪儿啊 我现在就过去 我发给你 好 喂 杨曼 董方 乔乐生出来了 是吗 嗯 他说在医院里 等我 让我跟他一起去看他爸爸 好啊 那你快去吧 哎 你看新闻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哎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挂了啊 喂 李总 你休息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 我没事了 我明天就上班去 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你得去啊 什么事啊 马上去天津开个会 马 马上啊 这 李总 我能不能不去啊 还就得你去 这个会很重要 先到公司来再说吧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拨打的电话你appy 拿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回事啊 你手机怎么一下午都关机啊 你怎么回事啊 一下午都没去医院 我正要去医院 我们李总突然打电话 让我去天津开会 我狂打你手机 你就是不开机 不是我没开机 是我没电了 可是 那 你看我半天没去医院 你倒是想个办法 找个电话给我打过来啊 谁知道你去天津啊 我还以为你一会儿就到呢 我等了一晚上 你不也没到吗 真寸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那可不是嘛 你说我焦头烂额的时候 你找得我又哭又闹 现在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了 我希望你能去看看我的父亲 希望咱们能够坐下来 好好聊聊咱们的婚事 结果你去天津了 我手机没电了 你说寸不寸 我 你找我是想聊结婚的事啊 除了这事 还都是什么别的事 那 你就现在聊吧 杨曼 深话跟你说吧 我现在 已经一无所有了 跟你当初认识的乔勒生 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我知道 那又怎么了 我还有一个 说不准会成为植物人的老弟 可能我这辈子 都得伺候他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不是我想说什么 是我想 听听你的看法 包括 你父母的意见 我父母现在确实挺担心的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能理解 他们这么想也是为我好 是是是 我能理解 只不过我想提醒你 不要因为面子 勉强跟我在一块 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呀 人家没出事的时候 我们好得不得了 现在出事了 我就不理人家了 为这个 我就不能现在跟人家提分手 怎么了 你觉得我会这么想吗 我刚刚不还得了 你觉得我还在那上 我还在哪里 我只是跌倒 你不认为我 调根 雅 分手 我还没提分手呢 你干吗呀 你是没提 但并不说明你心里没有顾虑啊 我不希望 你为别的什么事情 所以坚持跟我在一块儿 也许因为我现在落难了 你不好意思提罢了 乔乐生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要么咱们面对现实好不好 其实那天吃饭不是我没去 我都走到门口了 没有走进去 我听到你和你父母说的那些话 我说那些 都是跟我爸妈说的托词吗 其实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不是说你杨曼怎么样了 即便今天换做是张曼哪 李曼哪 王曼哪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是人的一种正常反应 就好像 我听到你和你父母说这些话 我心里很不舒服 你答应我说去看我父亲 结果没去 我心里也很难受 这都是我的正常反应 只不过我面对现实 把它摆到桌面上说出来而已 我希望你也能做到 真的 杨曼 说实在的 我很喜欢你 我爱你 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我想跟你结婚 跟你一起 生儿育女 但是我现在没法爱你 但是我现在没法爱你 我也没法跟你结婚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也不能给你 美好的幸福生活 所以 我不想拖累你 我不在乎 我在乎 你说来说去 就是想分手吧 分手 我们喝不来 却又分不开 是不是非要互相伤害 拆脚护着精彩 我们何不来 却也飞也分不开 是不是这样分不开 何不来再想 喂 杨曼 小先生 我是小屁 明天我带客户去看您要特售的那个房子 好 我知道了 我喜欢平平淡淡 你喜欢夜晚 我选择说晚安 为什么你只喜欢 董方 董方啊 我还以为是杨曼呢 她不是在你那儿吗 刚刚出去 怎么 你是听她说我出来了 听不听说你都该出来了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说 第一 你为什么要打记者 第二 记者怎么惹你了 第三 为什么要辞职 行了 我烦了 我腻了 我验了 行不行 你别再说了好不好 就这样 再见 精病 禁销 到我看看眼前 住黑头 了吧 这 呢 对你牵挂 因为我们在一起 可以连受伤都不怕 我们喝不来 却又分不开 是不是非要不想伤害 才叫活着精彩 我们喝不来 血也飞也分不开 是不是这样分不开 何不来 才叫做之外 对了 这两天谢谢你 替我在这儿看着 这不是应该的 对了 邵老师 那个辞职的事 你就不打算再考虑考虑了 这路走到尽头 就得学会转弯 我还得一有尊严地 这么活下去 对了 你如果想在事务所 继续待下去 回头旅主任会 给您安排一个新的老师 我跟他已经打过招呼了 乔老师 我不得不告诉你 认识你 是我最无想的一件事 无论是您的财气 还是骨气 我都非常敬佩 其实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 对你的执着和仗义 深有感触 真的 本来我想混一双学位 拿个律师证 我觉得当律师特别好 又能赚钱又神器 可通过这两天对你的观察 我觉得当好律师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是我太幼稚太天真了 所以我决定 还是好好回去 把我的专业学好了 以后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这样也好 这人没走一步啊 都要比前一步走得更稳当 命运只负责洗牌 这出牌的还得是自己 要么 我劝你啊 也别纠结了 车祸这事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场车祸 不但使她的父亲成了残疾 还让一个孕妇受了惊吓流产了 前几天这个孕妇 在医院跳了楼 所以乔勒生现在 心理压力非常大 她受的打击 不是一天两天能好得了的 如果你现在 一定要缠着她跟她结婚 将来 生活质量肯定会受影响 至于将来要怎么样 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好 报纸我看了 我知道我想得太简单了 你可能会因为车祸的事 倾家荡产 但是我愿意 我只要你这个人就行 行了 别跟自己较劲了 还是分手吧 这样 谁也不连累谁 你是铁了心吗 洛生 这个时候让我留在你身边吧 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这个时候如果还跟你逃婚论嫁 我简直就是一红蛋 你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 就是不爱你了 烦了腻了 这总该可以了吧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你怎么把自己折磨成这个德行了 你失个恋至于吗 乔勒生活不是你身上的零件 少了它你活不了啊 我这儿疼 哪儿疼也没用 我告诉你 爱情不是永恒的 痛苦也不是永恒的 这一切都会过去 唯独如果你为了爱情失去自我 那就真没人爱你了 起来 去招招镜我去 看你现在成什么德行了 我不去 嘿 杨曼我跟你说啊 在恋爱当中 每个人都有权利提出分手 而且这个分手呢 通常不需要任何理由 你现在跟乔勒生 这么打打闹闹的 你看看我 我要想找林依乔死客 我还得飞扭约去 就换了你 你是不是就得死结啊 要是失去乔勒生 我就真的不活了 那你告诉他 我跟他说了 可他说现在已经对我没有感觉了 已经淡了 这就是他的计谋啊 就想用这种方法把你赶走 乔勒生不是个会说谎的人 我觉得就算没有这场车祸 我们俩也完了 报纸你都看了吧 他的情况你都了解了是吧 你就跟我说一句话 是不是不管他出什么事 你都愿意跟他在一起 行 你等着 怕喉噓 啊 告诉他 怎么回疼呢 怎么回事 facebook 我要是乔勒勒勒勒勒勒 怎么回事 艾勒勒勒勒勒 这些 call 来 你说你女的怎么那么强啊 还踹门啊 你当我吃饱了撑了呢 你把人羊妈给甩了 你说你这不等于伤我的耳光吗 是羊妈让你来的 别管谁让我来的 刚才那女的是谁 看房子的 看房子 对啊 你再找个更好的理由吧 本来就是看房子的 需要什么理由啊 干吗呀 缺缺你说话呀 不至于卖房子吧 现在也是闲着 我想把它卖了 那婚不结了 不结了 你自己一个人说不结就不结了 我怎么就不能说不结就不结呢 你怎么不明白呢 杨曼爱你 她想跟你共度难关 你不能用分手这么残酷的方式 来伤害她 不是故意伤害她 杨曼想要的生活我没法给她 我与其这么甜音俾语地哄她 那不是孙子吗 你怎么知道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呀 杨曼和你不一样 不是说只有浪漫和这种甜言蜜语就行的 她需要无忧无虑的富裕的生活条件 我现在有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有 你得让她自己选择 我必须得主动把她选择 而且你得配合我这个选择 我成你们俩的什么人了 就是你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就是不管不问行了吧 我也不会挑你呀 你不挑我她会挑我呀 你要是每天想着 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你还活泼了 她可不是那三分之二啊 她是我发小 你是她发小 你又不是她爹妈 我可当你是我哥们儿我才这么说的 也因为你是我哥们儿我才跟你这么说的呀 是 一个人维护自己的尊严没错 可是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尊严 把别人的幸福当泡彩啊 你不想拿别人的幸福当泡彩 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尊严 你这尊严给谁看的 尊严属于自己啊 说白了还是为你自己啊 你不把自己整明白了 你怎么给别人负责任呢 你整明白了吗 明白一点酸一点了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走自己的路怎么办呢 你还有什么路走啊 你把自己的后路全给掐死了 工作也辞了 爱情也不要了 自己掉沟里了 人家伸神来救你 你自己还没爬上去就把绳子割断了 是是是也许你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你前面的路走得舒服一点 但是尊严打折了 也许你前面的路走得很辛苦 但是尊严在 路就在 我走不了高中路 还走不了小路 实在走不下去我就死了 到了你们有送葬的时候 给你们留下一笔丰富的遗产 乔是尊严 我呸 谁让你这尊严当遗产呢 我看你啊 你现在就是破罐破摔 这破罐子它就得摔 它不摔它永远都是破罐子 我抱这个破罐子 不是越活越破呀 行了行了 我现在破罐子还得去医院 看我父亲 正好我跟你一块去 你别去了 现在我父亲还没醒呢 等醒了以后 我通知你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好通了 好嘞 好嘞 谢谢啊 好嘞 好嘞 谢谢啊 好嘞 爸 我把那些事啊 都跟杨曼说了 我已经跟他提出分手了 虽然他现在还没答应我 但是分手肯定是迟早的事了 我不忍心把他也拉下水 如果那样的话 我感觉自己太不像个男人了 就算是他不愿意 我要是将来不能让人过好日子 也会遭抱怨 爸 对不起啊 你花了一辈子心血放在我身上 就这么白白地挡了水漂了 我对不住你 我辜负你了 爸 小时候你总是跟我说 大丈夫打碎了牙往肚子里演 音乐 主事 爸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莫美领 我求求你行吗 听着真新鲜 余老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什么时候求过人呢 别这么尖酸刻薄 这你以后还要嫁人呢 这毛病咱得改 不劳您操心 那好 咱说正事 余校长身体不好 心脏病血压高 你说他要是知道这 判给了别人 他肯定不会答应 你能不能看在 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的份上 让一步 你现在想起 老人晚年幸福来了 晚了 你要真是个孝子 从一开始 就应该为这个家 多付出点时间和精力 多付出点感情 你以为我不想 这年都是挣点钱容易吗 我一天到晚 没日没夜地在外边奔 我都快了吐血了 谁让你野心那么大了 我没逼你上刀山下火海的 累死也是你自找的 你是没逼我呀 可环境逼我呀 我跟你说我不是个超人 我不是个机器猫 爸爸 我还想要机器猫 爸爸一定给你买机器猫啊 不过你跟妈妈说 你想跟爸爸在一起 不好 瞧见了爸 这么多年你跟孩子在一块儿待过几天啊 现在想往回招吧 太实用主意了 你要是答应我跟豆豆在一起 我保证 今后我多抽住点时间来陪豆豆 行了 我们今天是来吃饭的 咱俩别在这儿争这个 让我们消停吃顿饭行不行 行行行 吃饭吃饭 来 妈妈给你吃 来 庄 服务员 跟我来瓶红酒 像你这样的漂亮女孩儿啊 一个人到这儿来不安全 请你冷 喝一杯 暖和暖和 好吧 这么着 咱们为天下所有受伤的男人和女人 咱喝一个 好不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姓于 叫于连海 是个好人 别害怕 好 对了 这是我名片 余总 余沈总 这么着 今天晚上我请客 随便喝 随便聊 我看你心情也不怎么样 是不好 我跟你说我也一样 我心情也不好 咱俩要聊聊天呢 兴许咱们能弄一个好心情 那我请你吧 那我请你吧 别呀 我买单 我请客 哪能让女人买单 让女人买单 那是男人的耻辱 我请 这话我听着耳熟 曾经有个男的经常在我耳边说这句话 我知道了 我全明白了 就是这男的把你给抛弃了 你就是让他给甩的 对不对 谁说我让人给抛弃了 谁说的 随便说说 喝酒 乔先生 合同已经签完了 麻烦您在三天之内腾空房子 这么快啊 我还没打招呼呢 那您得抓紧时间了 行 我知道了 杨妈 你知道吗 乔乐生跑来退家去了 不知道 她是要退你们新房里的家具 随便她吧 这点小事我能处理 乔乐生 什么意思啊 你要退家具啊 不是我退家具 这是消费者的自由 怎么了 什么意思 你要卖房子是吗 怎么着 我要卖怎么了 你跟杨妈商量了没有啊 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我跟别人商量得着吗我 你不给我解释清楚 别想退家具 别想退家具 我个人的隐私 我凭什么跟你说啊 我告诉你 你有个人的隐私 我们做生意的 也有我们的规矩 你这家具 过得退货期了 别想退 合同里边 明明白白地说了 第三条第一款啊 只要没有破损 不影响你第二次销售 我就可以退货 我就可以换货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法治的年代 没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把你们经理交来 让他跟我说 这儿我说了算 经理没用 悄了声 来来来来 你看 这儿都有破损了 你怎么退货啊 血沫少了 咋呢 这儿 我告诉你有破损 就不能退货 其实最主要的是磕碰 磕碰太大了 磕碰很关键 你只要磕碰一小点 照样可以给你退 但现在破损这么大 不可能 这么着生意就没法做了 是吧 我看你这人怎么像哈巴狗呢 你说我像什么 哈巴狗 我听见了 就没必要重复了嘛 这磨得不厉害吧 还能卖出去吗 乔先生 您也别生气 这个呢请您放心 根据我们商场的规定呢 凡是我们商场出售的产品 如果出现了任何的质量问题 所造成的疑议和投诉 在国家三毛期限以内 我们都会全程处理它 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东方 你太棒了 就这么一点的磨损 你都能看着 天才 我跟你 真是天才 够别人我也就算了 可是他 想把家具退了 男人不想跟杨妈好好过了 就 这又不是要把混蛋进行到底 就是 郑立 救他们 小医生 我来处理 老刘啊 按照公司的规定 锁购商品三十之内 无条件退货 你抓紧时间 帮助乔先生 把退货手续罢了 经理 你看看 这沙发都已经有破损了 没法给他退货 经理 他这纯属个人威运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 董方 这我就得说你了 公司有明文规定 所售的商品三十天之内 无条件退货 你作为公司的设计师 不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还把个人情绪 带到工作当中 我回头再找你谈话 顾客呢 的确是有紧急情况 给退了吧 好吧 小马 退 乔先生 今天的事不好意思 以后有什么需要 对 随时再找 谢谢您 谢谢您的理解 记住啊 以后凡是你们这儿 解决不了的事情 只要客户找到我那儿 我是一律按照客户的意思 听见了吗 东方 你是咱们商场的门面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 能不能先把顾客 放在头里 毕竟咱们的宗旨 一切是为了让消费者满意 对不对 顾客就是上帝 以后不能在一起运势 不就是一套家具吗 至于英小世代 得罪上帝吗 我这样我跟你说 这事啊 不怪东方 都怪我 你要批评就批我一个人 别批评东方 都是我 我说的就是你 你们俩都用点心吧 你说 没事没事 没关系的 都是我的错 没事没事 你找谁啊 你是谁啊 这是我家啊 你是谁啊 我 我是 我是这儿的 哦 你是找乔乐生的吧 他把房子卖给我了 对不起啊 我不太清楚 对不起 新郎 新郎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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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好 来来来 给点救人 新郎 哎 来了 来 哎 靠一下 笑一笑 哎 罗总 我们工作室的设计理念呢 就是成为家居生活专家 所以对您的这些房子呢 我们的宗旨也是本着从家的那种感觉出发 要让人感觉温暖舒适方便 在细节上我们可是下了功夫的哦 您看 比如说这个厨房啊 卫生间啊 我们都设置了一些 非常女众不同的东西 你送这个挂钩 嗯 不好意思啊 打扰一下 嗯嗯 哦 对不起 喂 哦 我 我尽快啊 杨曼 身体不太舒服让我去看看他 哦 哎 那你也得去啊 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啊 哦 不用 不用 哎 田田 你来给罗总接着讲啊 你当我人的大工程 我先去一趟啊 好 你去吧 不好意思啊 罗总 看过了 看过了一路的繁华 看过了太多的真假 我先去看过了一路的繁华 变成一种代价 放不下多少人多少年 才明白 幸福的在身边 用真心遇见 就不会太遥远 幸福它会说话 让我不要太复杂 我们都在无数黑夜里挣扎 给自己回答 幸福它会说话 可是世界总是在喧哗 才让自己变成一种代价 幸福它会说话 让我不要太复杂 我们都在无数黑夜里挣扎 给自己回答 幸福它会说话 这歌是世界总是太喧哗 才让自己变成一种代价 放不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